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真的是叫我们第一名啦 今天台北股是量价齐扬 量有放大 价更是大涨白点 而且期限货都是如此喔 他真的很好奇就是 下个星期会持续的走多吗 好的 这时候来了 昨天健安老师真的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提醒大家 今天很关键 对不对 昨天跟你讲什么 是不是很多的多空价战点会集在这边 然后呢 今天会做表态的动作 然后健安老师是不是告诉你 一定要看到最后一分钟对不对 最后一秒钟 告诉大家很重要的数字 答案多少 不知道都忘记了对不对 好 健安老师跟你讲 其实今天一上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想说 我今天要准备哪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说好了 我相信除了健安老师的 奇亚论坛的一些节目以外 我相信你一定会东看看西看看 可能从后面的98台一直看看看看 看到前面的58 再从后面的前面的58 再看看看看后面的98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就想要解决一下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如果假设他今天是做期货的 不用再看了 这边赚100点 那边赚200点 头前赚300点 后面赚500点 一定是这样 我不会骗你 真的是这样 但是健安老师不喜欢这样子跟你讲这个东西 健安老师要站在你的立场去想说 为什么今天大赔出场的人这么多 或者是说今天应该要大赚出场的你没赚到 然后完了之后你还去给他凹空单 健安老师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健安老师真的 我上节目的时候想说 到底要怎么样跟大家分享 其实趋势一来的时候 你真的不能做错边 趋势如果不来的话 常常被扒来扒去有没有 那个很正常 因为盘整盘 但是如果趋势一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压对边 因为那是最好赚的盘式 结果你把它搞砸了 健安老师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 好不好 健安老师真的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因为健安老师在这个 起货市场真的也待蛮久了 怎么说 今天就以今天的盘式来讲 80%的人是大概小赚小赔 80%的人 然后15%的人有没有是不赚 然后2%的人有没有 才算是大赚出场 那80%里面还有算是 比较痛苦的是今天是大赔出场 搞不好现在还有手边是空单的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啦 健安老师解决你这个问题好不好 健安老师慢慢讲 你慢慢听 听完之后你一定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因 而且健安老师先跟你预告一下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朋友 真的 真的朋友还没睡醒 你最好现在比较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健安老师要告诉你一个 最新的多空交战的点位 因为昨天的多空交战的点位 已经不适用了 好不好 已经不适用了 不要再看那个 因为太远了嘛 昨天跟你讲了9226 一天才有可能适用 没适用了嘛 所以有一个最新的点位 猪皮头尾还没起床 先打电话 不然又传你的LINE 传你的Facebook 叫他起床了 就这么简单 这样了解 充一下收视率好了 没有啦 不是为了要充收视率 是为了要解决你的问题 好不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健安老师一直跟你讲 操作期货 操作股票 对大盘一定要有见解 一定要有见解 见解最重要 而且健安老师 昨天是不是要提醒你说 结算完后 你要习惯没有亮的日子 这么说 拉回来 今天一早盘开上去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 多空交战的点位 只要站上去 站上去摩台指的 法轮换装真本上去 你就是要偏多 掉下来你就要偏空 昨天健安老师是不是提醒大家 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他站上去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一个东西 你一定会去看58台 看88台 看57台 一直看一看 奇怪 那个预估量出不来 没有亮 七八百亿 八百亿 九百亿 怎么可能会往上攻 所以你是不是在那 顿电了一下 顿电了一下 之后你会做什么动作 不然我来放一个空 你的心里面的想法一定是这样 没用就来放空 没用起来 没用起来 你是不是这样想 所以健安老师 要解决你这个问题 所以我昨天 是不是提醒你说 你一定要习惯没有亮的日子 如果假设你认为没有亮就不会长 我跟你讲 你就大错大错了 谁规定尾盘的时候不能补亮出来 尾盘的时候不是补到1000亿的吗 这样了解 所以你千万不要看亮 健安老师一直教你一个很正确的方法 你的赚赔不是亮决定 你的赚赔是点数决定 要记得哦 健安老师真的打从心里面在教你东西 你如果还不会做的话 你真的不要再做机会了 你做不贏了 了解 好 那完了之后提醒你说 那个什么 亮你要习惯没有亮的日子 然后再提醒你说 今天就会做多空的表态 有没有 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去YouTube把那个网路的影片再看一遍 健安老师的标题就写一个明日多空表态 对不对 而且健安老师真的还是佛心来着 怎么说 我跟你讲什么 健安老师跟你讲一个 摩胎子的换仓成本换在这个地方嘛 昨天是不是换在收盘收在337.8 对不对 然后再跟你讲多空加山的点位是9226 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健安老师还表演这个动作 所有的多空加山的点位都在这边 是不是很容易单向喷出 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这些数字的话 你就是欧白要 搞不好你才会说健安老师我不相信 站上去的时候我就是要偏空思考 啊 就所以啦 所以有时候真的想一想 所有的功夫都交给你的 结果呢 你就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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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赔钱了 好 那有了这些数字之后 健安老师还告诉你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赚到钱的 但是有一个重点 当你发现你丢空单丢进去之后 你又会遇到一个问题 今天应该是大涨对不对 然后丢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 诶 奇怪 怎么会不下来 掉不下来 没有量应该会掉下来 对不对 结果一直涨 涨了50点 涨了60点 涨了70点 涨了80点 这时候你已经发生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 你是不是抓狂了 对不对 老子有钱就给你拼了 对不对 拼下去的时候 尾盘的时候竟然涨了148点 盘中的时候 我还不跟你算到9388 我只跟你讲收完盘 还涨了148点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被 好像被魔鬼抓走了 对不对 你抓狂了 抓狂完之后 你当然就拼命空了 拼命空完之后 你还会做一件事情 不然给他拼明天好了 不是拼明天 拼下礼拜一好了 最好今天晚上美股升息崩盘 然后台股又跟着崩下来 你是不是会期待这个东西 你没有发现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但是你都是不听我的 这样了解了 所以江小师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有 好 那解决你这个问题之后 来解决一个问题 既然解决你心里面的问题之后 正好老师 你跟我说这个我都知道 问题是 要在哪个点位进场 比较重要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解决你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你真的沿路方空 你知道有多惨吗 真的很惨 超级无奇惨 来 你今天如果做当冲的 你今天是不是赔了140点到210点 你知道吗 今天高地价差刚好140点 结果你根本不认输 不认输 还给他加码谈品 加码谈品到最后 你是不是赔了210点 今天老师还算客气的呢 怎么说 这是两口单而已 如果假设你今天是留10口单 20口单的 你觉得210点处理得掉吗 处理不掉 搞不好你还给他拼下个礼拜一 那更惨了 如果真的跳上去 会不会跳上去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你在留逆试单 了解吧 你如果留逆试单的话 你觉得礼拜六礼拜天 你会睡得很好吗 你不要骗我了 你今天 对今天也没开始 你就开始看什么 欧美股市 德国 不对 不是现在看这个 你搞不好看日本怎么收 韩国怎么收 然后呢 再看一下香港怎么收 最后来看一下 德国股市 英国股市 法国股市 晚上不睡觉的时候 就是要把盗窮看完 对不对 建拉老师跟你讲这些东西 我都曾经遇过 我自己就经历过 你不要再重蹈覆车了 这样了解 所以啦 建拉老师跟你讲 如果你的方法不对 你就赔140到210 但是如果正确的方法 来你告诉我 运用K棒的颜色 可不可以帮你赚钱 建拉老师讲的只是一口单 不是加码单 你在9280 红K棒的下一根是9280做多 沿路上去都没有任何一根蓝K棒 遇到黄K棒的时候 你把它平常出场 这样是小赚94点 对不起 不是小赚 应该算大赚 小赚就太客气了 算是一个大赚94点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口单 如果假设你下两口单 三口单 四口单 你自己沉 建拉老师不帮你沉 好不好 所以重点在哪边 讲了那么多 其实建拉老师不喜欢跟你臭屁臭 我这样的工具多准 今天一开门 我来带回 我去探钱 要探200点300点 那没效啦 要解决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最重要 那请问一下嘉老师这样一片 表演讲过之后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有 盘中如果看错方向 不要压攻 了解吧 告诉你的多空加震的点位 你一定要记起来 而且站上去你就偏多 掉下你就偏空 就这么简单 再不然你就好好的 运用K棒的颜色 告诉你红K棒就做多嘛 对不对 不要凭自己的感觉 你有没有发现 收缓盘的时候 你一定知道是多方趋势 但是问题 收缓盘有效吗 没效啊 没劳容啊 重点是一开门 那一瞬间就是要做多嘛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啦 想不想知道 接下来的一个交战点位很重要 对不对 论述完之后 你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边 你一定知道 所以不要再凭你自己的感觉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要在奇卧市场 发光发热 千万不要凭感觉 凭感觉是最不靠谱的 好不好 所以啦 你的亲身边有卡电位 给它起床了 最新的 最新的多空交战的点位 打在哪边 直接 打在9 XX5 我跟你讲 这个数字真的很重要 你是不是在猜9300 9400 9100 9200 不要去 健安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数字真的很重要 那怎么样拿到 当然就是要卖个关子 等一下再告诉你 怎么样拿到这个数字 所以讲了那么多 最后还是要给你结论啦 好不好 健安老师 这样子明天就是开始要狂奔了 其实也没那么乐观啦 为什么 等一下你看K棒的颜色 你就知道了 现在只是进入了一个震荡高手盘 千万不要因为大涨的时候 你特别的乐观 也不要因为下跌的过程 你就特别的悲观 现在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盘 等一下让你看K棒的颜色 你就知道 所以健安老师已经结论给你了 所以请你记得不要做错边 而且还有最重要 等一下健安老师会告诉你 这个绝学筹码 多空加战的点位 打在哪个地方 好 那今天大涨白点的过程 到底是哪些买盘 把技术推上去的 好的 大家一定会想知道 到底是谁 而且这阵子 外资真的沉得住气 在上涨的过程 下跌的过程 都不太动作 但是一出手 就是大笔的 大条的 先深呼吸一下 答案揭晓 直接 三大法人 外资的部分 买超了多少 买超了143亿 然后 下到结巴了 下到结巴 害我都不知道 看哪个数字 然后自营商 买超了27亿 总共加加减减 买超了180亿 你想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 你今天做空的 你也没有发现 你被180亿的火车 这样撵过去 有 所以 不要再跟趋势做对了 好不好 假设老师教你的 一定是对的 不要去猜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人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懂得顺势 好不好 所以180亿 不用再看了 只偏多了 但是你又没有发现 很奇妙的地方 买了180亿 结果大盘才长多少 122点而已 所以 另外一只手 还是有在做压盘的动作 就是不要让这个盘 是长得太凶 所以请你记得 方向是外支控的 波动度是另外一只手 控的 把它记起来 好 那补一补了 再补补的话 就来不及了 所以金控单只限了832口 没有参考性价值 所以自营商的部分 也平仓了 1176口的一个多单 所以加加减点的话 是净多单 但是因为多单的 一个数字不太大 所以我们就稍微 中性偏多一点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中性偏多 一点点 大盘 这个先货的部分 是大 是赚大多 对 然后其货的部分 就中性偏多一点点 好 那我们看选择权的部分 还是一样 反向有操作 对 偏多操作1400 所以自营商 跑得比较快 进攻单只限了2300 然后外资的部分 进攻单只限了2300 所以这样加加减点 不到6万口 只有5万口 左右 不到5万口 4万多口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 就稍微偏空 一点点中性偏空 一点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Poco Ratio Poco Ratio 大家都知道 昨天是1.14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一口气就增加到1.31 很多了 江老师有跟你追踪过 对不对 只要大于1.2 就算多了 一次就给你跳到1.31 当然就是偏多了 所以请你记得 好 最后一个数字 想不想猜 散户多空的力道 大家一定会猜 散户一定 进场做大空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其实这阵子的散户 真的变聪明了 不晓得是不是躲到 选择全去 还是在哪边 在小台的一个部分 没有什么太大的琢磨 所以啦 散户多空的力道 好多 正1.22 所以小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中性看待就好了 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才做一点点而已 好 讲完了 所以筹码都讲完了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巴达光股王库的一个部分 来 等一下 巴达光股王库的部分 昨天是站在一个 买方的一个状况 买差了2.6亿 小买差而已 买差了2.6亿 好 讲完这个东西之后 当然还是要来看K棒的颜色了 健安老师还是一样 唠叨的跟大家讲一下 顺势交易的一个准则 请你记得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好 来拉回来 这句话还是做注解一下 我相信昨天你在看电视节目的过程当中 健安老师是不是跟你讲说 明天有可能去做多空表态 但是健安老师 考虑的是外资有可能做卖超 我从CRB指数 从美元指数 跟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提醒你 对不对 但是一开盘 一开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还是多赢啊 这时候怎么办 你当然是要跳进去多方 你不能用那个思维卡住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卡住的话 就是你会被这句话所蒙蔽了 怎么说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你以为有人知道K棒怎么走 没有 没有人能够知道 所以你就顺着它 就好了嘛 了解 顺势交易真的很重要 那如果假设你不知道的话 那怎么办 顺惯性总可以吧 那K棒的颜色会告诉你 颜色管理就是用 红绿灯的一个概念而来的 那K棒的颜色 红K棒就请你做多 蓝K棒就请你做空 黄K棒就是在盘整 那如果假设你要留单的话 还是用60分钟的K棒 来做留单的一个状况 那昨天佳老师 忘记跟你看60分钟的K棒 对不对 其实昨天的60分钟的K棒 是红K棒 忘记给大家看了 但是今天还是交代一下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日线级的K棒 答案揭晓在这边 是不是变成黄K棒了 这阵子这一次的话 拉了那么大的一个黄K棒 看起来有没有很难再给它打回来的 除非真的又亮把它打下来 否则的话 这一根拉上去的话 外资买了180亿 除非明天它又卖180亿 否则的话应该就是减住了 那既然减住的话 黄K棒是不是就是震荡高手盘 不要忘记了 震荡高手盘就只是震荡高手盘 它不是一个多方趋势盘 这样了解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60分钟的K棒 到底是长什么样 来 要留单子的话 到底是要留多单 还是要留空单 来 我给它拉过来一点点 等一下 好 答案揭晓 红K棒没有错吧 我给它拉过来才不会被遮到 所以要留单的话 还是请你要偏多留仓 如果真的你要做留单的话 请你偏多留仓 如果你真的不敢留多单的 那也请你空手 就这么简单 不敢劳得多 你就扛手 你不要够到那个半空 你半空 你真的会被穿过去 这样了解 好 所以第二阶段 嘉老师就把60分钟K棒 跟大盘的K棒的颜色 跟大家做交代 好 那个别股的部分 你又如何看待呢 之前蓝K棒的标的 现在是不是要改变看法了 对 没有错 嘉老师跟你讲 如果假设进入了一个 怎么办 如果是一个震撼高手盘的时候 其实股票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你的资金稍微放大 做多股票的资金 可以稍微放大 放空的部分 给它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60分钟K棒 已经变成红K棒了 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顺着去操作 所以 嘉老师是不是跟他讲 今天要接牌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今天 如果假设你是嘉老师的学员 嘉老师总共选了八档的 那个 赛马理论的股票 这八档今天只有一档 小跌0.29% 其他全部都涨 但是嘉老师有说过 不去三趟 今天要老师不会接牌 因为免得这样丢脸 不去三趟都没尊重 所以嘉老师会有三趟以上才接牌 所以嘉老师跟你讲 趋势怎么判断 当然就用赛马理论 选股来帮大家选 那今天你想要知道哪一档股票吗 好 我就把它接牌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请导播先帮我上一档股票 就是2439的美率 我们看一下他盘中的一个走势 到底是涨怎样 最后涨7块钱 今天算是表态了 第一只黑马冲出去了 嘉老师有提醒你 最近的黑马很难找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的股票都是跌升反弹的 嘉老师告诉你的股票是强势股的 而不是跌升反弹 嘉老师不喜欢去做跌升反弹 为什么跌升反弹到处都是反压 他会弹到哪边去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假设你去做多方趋势的话 要往上攻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439的美率 到底有没有被健安老师选在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电视 你有没有发现2439的美率 健安老师是不是有选啊 对不对 上半年的EPS是不是3.12块 那今天是不是选在这个地方 所以啦 如果假设你要做股票的话 是不是可以很简单 因为健安老师已经把能够冲出去的股票 都已经选好了 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 知道这些股票到底涨什么样 等他盘中有攻出去的时候 你就去做押注的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健安老师已经带着健安老师的学员 已经布局了三档喔 已经布局了三档 如果假设你越晚知道了 你就变成是在帮健安老师扛轿而已喔 所以当然就是要早一点知道 到底要怎么操作这些股票 对不对 所以话要说回来 讲了那么多 不管是股票也好 或是期货也好 重点是 你不会做健安老师教你 好不好 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健安老师要解决你做期货跟做股票的问题 怎么说 其实面对这个行情真的很简单 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在操作股票跟期货 遇到困难的怎么办 尤其是今天应该要大赚的 结果你把它搞成大赔出场 还大赔流仓的 健安老师跟你讲 这一场免费的活动 你一定要报名参加 怎么说 健安老师要告诉你 如何掌握台子结算后的大行情 你看才经过两天而已 就是给它喷出了 我也不知道 善用工具辨别多空 高雄 斗六 台中 台北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运用工具来操作股票跟期货 而且健安老师准备了三份礼物 哪三份礼物你知道吗 第一份礼物就是这个 健安老师要告诉你赛马理论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sorry 健安老师要告诉大家 只要你有报名参加 来到会场 健安老师就会告诉你 十二版本的赛马理论 所选出来的股票 到底涨怎么样 健安老师会接牌给你看 第二个呢 健安老师还会告诉你什么 九月份合约 到底多空双方 换在哪个地方 如果你早一点知道 你就一定知道要做多 健安老师真的不会框你 这样了解 这是第二份 健安老师不是还有一份吗 那一份是什么 当然就是一开始跟你讲的 多空交战的点位 可重要了 我给你讲 你要看多看空 这一个数字 你一定要拿到手 如果你不能拿到手 我跟你讲 还是听健安老师的劝 你不要再做了 好不好 健安老师真的提醒你 没有方法 请你退场观望 所以这三分资料 怎么样送给大家 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请你拨一通电话 重点是 你一定要预约哦 如果你没有预约 健安老师会跟助理人员 没有预约 健安老师的准备的分数 就不够 不够就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就不知道 有哪些股票了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 所以还是让健安老师 拉搭一下 高雄、斗六、台中、台北 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健安老师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掌握 台子结算后的大行情 善用工具来辨别多空 我认为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对你在操作股票跟期货 真的很有帮助 尤其健安老师准备了 那三份资料 真的对你辨别多空 真的很有帮助 对 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中建台家具展 8月21到25号 台中世贸盛大展出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台中建台家具展 8月21到25号 台中世贸盛大展出 你想把健康送给谁 Lamigo Lamigo 带您走遍全中国 全程无购物 无自费行程 让您玩得安心 尽兴 有尊严 Like here Lamigo 四年一度 归于返乡盛况 加拿大路易斯湖见走 开始报名咯 床的世界 全新电动按摩调整床 床垫角度随我调整 更享受更舒服 多点振动按摩 舒缓肌肉疲劳 冷暖和温彩度 材质给我最佳熟睡温度 更服贴我的身体曲线 床的世界电动调整床 只要月付2800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马莉可 小心 你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是 KOPRA 你咖啡 你哦 喝咖啡吃甜食 难怪会未食到逆流 马莉可 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 像我啊 随时都准备好 即位服事定 未食到逆流 即位服事定 一定搞定 好 我知道你常常想我 常常回味过往 常常关心我的近况 太太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们更应该常常见面 感情常在这里 黑桥牌黑猪肉香肠礼盒 欢迎回来 接下来带您看如何当冲 好的 今天老师要教你怎么当冲 今天老师就不念准则了 直接告诉大家 如果是盘整盘 就用15分钟的K棒 黄K棒会框起来 如果是顺势盘 当然就看10分钟的K棒 它会告诉你往哪边走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15分钟的K棒 一开盘的时候 它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盘式 来 这是台子骑的15分钟的K棒 一开盘是不是顺势盘 没有错吧 沿路到尾盘的时候 才变成盘整盘 所以后半段就没有做到 因为压力跟支撑都没有碰到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 10分钟的K棒 到底要怎么样操作了 来 这是台子骑的10分钟的K棒 一开盘请问一下什么颜色 是不是红色的 江老师教大家 一开盘是红色的 请你在下一根的开盘下 进场做多 就是9280 当你做多之后 把握一个原则 只要K棒没有变成黄K棒 或蓝K棒 你就把你的多单一路爆 爆到不能爆为止 所以不要让它跑了 跑太慢了 直接给它 跑到后面 所以最后面的时候 到这边 9374的时候 下一根的黄K棒 把它平仓出上 那这样是不是94点的价仓 就这样 一趟就好了 很多人都以为当初要充很多趟 你穿来穿过去穿得很高兴 不对 你干脆去捐给佛光山好了 浪费那个手续费干嘛 做一趟可以赚钱就够了 这样了解 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没有办法赚到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K棒不会变颜色 你根本就不知道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怎么说 如果假设你的K棒不会变颜色 你当然就杀在黑白目 怎么说 给你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台子奇的15分钟的对照图 左边是你使用的工具 健安老师说使用的工具是右边 那你告诉我 哪边可以帮你判断盘式 是不是右边 而且重点是 重点是一开盘就要辨别 不是尾盘才辨别 尾盘辨别没有用啊 是要一开盘的时候 就告诉你是红K棒 这样才是重点 这样了解了 所以 重点在哪边 如果你要是以期货当充为主的 不要再洗掉了 健安老师每一次都跟你讲 如果你在省 东省省西省省 每一次这个大涨大跌的时候 你又被扛出去了 省一省都没有用了 这样了解 所以如果你在操作期货 怎么操作怎么不顺的怎么办 还是听健安老师的确 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方法 然后照着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可以成立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真的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做就对了 不要太太 健安老师跟你讲 运用工具不就是可以大赚小培吗 每天不是证明给你看 小赚小培常常有 但是你只要被我登到就是大赚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想不想学大赚小培的方法 如果你想要的话 健安老师跟你讲 就在这个礼拜六 健安老师准备了什么东西 准备了一场免费的活动 如何掌握台子结算后的行情 善用工具辨别多空 高雄 斗六 台中 台北 这四场免费的活动 健安老师就是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运用工具来操作期货 当冲也好 波段也好 而且最重要的 健安老师总共准备了三个礼物 哪三个礼物 第一个礼物当然最重要的 多空交战的点位 打在哪个地方 等一下 如果假设你有预约 来到会场 健安老师会告诉你 还有9月份合约 到底多空双方 换在哪个地方 还有12版本的赛马里路股票 健安老师已经帮你选好了 所以等下广告的时间 请记得一定要打电话预约 健安老师你只要来到会场 健安老师就送给你 好 谢谢健安为我们带来 最及时的分析下论坛 感谢你的收看 下周统一时间 与您再会 祝大家祝末愉快 是的 您好感谢 点赞 请您呢 喜欢